连锁便利店KK Mart售卖真主字眼 袜子风波持续 创办人拿督司理蔡志全和妻子 拿听司理罗秀梅 双双面对续遇透过言语 伤害他人宗教情感的罪名 而三名袜子供应商 新建昌有限公司的董事 则是在教唆罪名下被控 五名被告今天全数不认罪 各自以一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 保外候审 举国上下关注的真主字眼袜子风波 今天走入法庭程序 警方一早调派了几十名警员 在法庭内外驻守维持秩序 售卖有关袜子的KK Mart创办人 蔡志全和妻子 拿听司理罗秀梅 早上8点50分左右 通过特别通道进入地庭面控 让大批守候在法庭证门口的媒体 扑了个空 根据控状 57岁的蔡志全和53岁的妻子罗秀梅 被指在3月13号早上大约6点30分 在位于水兰额双威镇分店的货架上 售卖印有真主字眼的袜子 抵触刑事法典第298 蓄意透过言语 伤害他人宗教情感条文 而KK Supermart和Superstore 私人有限公司也被控相同罪名 一旦罪成 被告和公司代表可被判最高监禁一年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至于负责供应袜子的新建昌私人有限公司的三名董事 则是在刑事法典第109 教唆罪条文价被提控 三人都不认罪 而新建昌公司代表也否认这一项教唆罪名 法官莫哈默阿纳斯批准5名被告各以1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案件则定4月29号过堂 蔡志全和妻子在下午1点完成保释程序后 准备离开法庭时面对大批媒体的拍摄 尽管两人全程没有刻意闪避镜头 但是因为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他们也没有对外发言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